欢迎您来到上师厨房 今天我去Costco看到有海鹿鱼 这种鱼刺少,味道也特别好 我就买了三条 今天我不炸不炖 来做一个地中海烤鹿鱼 Costco的鱼加工得非常干净 不过在烤之前 我还是要把这个鱼整理一下 其实也简单 就是把胸脐剪掉 把尾巴修剪一下 为了装盘的时候美观 一般尾巴是不剿掉的 但是我发现这条鱼正好比我的烤盘大一些 简单修剪一下 正好和烤盘大小相当 背棋和胸棋掰事就不用剿了 腌制前先要在鱼身上斜切几刀 斜着切刀口的面积比较大 更容易入味 熟了以后形状也比较好看 腌料非常简单 就是盐和黑胡椒 因为这种鱼味道非常鲜美 不用加过多的调料 烤鱼不像炖鱼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不容易入味 所以在撒盐和胡椒的时候 一定要把里外和切面都涂抹到 如果是刺比较多的鱼 用手触摸刀口的时候就要小心 特别容易扎手 海鹿鱼刺比较少 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不过如果您的手不是像我这样皮糙肉厚 最好还是戴上手套来做这一步 抹匀以后腌3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 大土豆一个切成四五毫米左右的薄片 再切一个柠檬 洋葱半个也切成薄片 这种菜叫包子甘蓝 切成两半 在烤盘里倒入适量橄榄油 涂抹均匀 先铺一层土豆片 码好以后在土豆表面撒入适量的盐 土豆放在下面就能够保证鱼皮不会粘在烤盘底部 在鱼的表面再倒一层橄榄油 这样鱼就不容易烤干 在鱼肚子里先加一层洋葱 再加几片柠檬 剩下的洋葱放在一边一起烤就好了 鱼的表面也盖一层柠檬 还有包子甘蓝也放在旁边一起烤 欧芹我们华人用的不多 其实它的去腥效果非常好 再鱼肚子里放一些 包子甘蓝和散落的洋葱还没有盐味 再加一点 烤箱提前预热 华氏425度烤半个小时 如果您用的是金属烤盘 烤25分钟就差不多了 烤好以后拿下柠檬准备装盘 海鲁鱼这样烤既保持了它本身的鲜美味道 同时又没有油烟 待烧着又把其他菜给做熟了 省时省力又干净利索 最后再撒一点新鲜的欧芹碎 新鲜的海鲁鱼和欧芹碎放在嘴里 味道非常清新别致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看到您的留言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